嗨,大家好,我是娜娜,今天呀,没去逛老普通啊,今天我们出来爬山来了,我现在的位置是这个军庄镇的西洋驼村,它下边呀是六环,现在在山顶下啊,现在下边呀就是六环,那边的村子就是它那个洋驼村,我们在山顶呀发现了一个比较古老的建筑,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日本式的雕宝,是雕宝, 雕宝不是像,就是,就是雕宝,是吧,这还有钢筋呢,钢筋,水泥,石子,汽起来的,看了一下,这个地方啊,这应该是一个发射口,射口,打几枪呢,应该是一个射口,好多呢,这一圈,发现这一圈,那边我发现了有两个,到这三个,可以给你拿着摄像机,看见没有,这一个, 这是一个射口,然后这儿呀,还有一个射口,这周围全都是这个树枝啊,看这个都用盖起来,都用那个树枝盖起来了,这个,这个碉堡下边,全是这样的平原,就是在这个山边上, 然后它,然后它,这个,这边的土已经高了,没高的时候,应该在这儿,能看见下边这个,正好进行射击,下边,因为它比较,意识比较高,可以对下边, 肯定没这些树,肯定光粗粗的,这个,这个,这个,正好看见下边的也,肯定没这些树,最好进行射击,所以下边就有射击, 这个丹堡啊,最后都,80年了,感觉得有这么些年了,建国都72,72年了,看没有,全是钢筋水泥土的,水泥, 这一圈应该是有8个射口,这还有一个射击口,它的射击口好低啊,地势又高了,这边是吧, 嗯,看,这边也是一个,这边应该还有两个射击口,用这个干柴或挡的呢, 下边,就是它的这个村儿,今天,北京晴空万里啊,好了,这个视频分享到这儿了,我们继续爬山, 那个碉堡这儿呀,往这边走,往这儿是一路下坡了,往下走了现在,看, 我们今天没事也来这边爬山,之前呀,在广宁村那边山上也发现了有点点,看没有,前面就是六环, 大山上,大山上光秃秃的了,不像春,不像那个春夏秋,好看了,看,这边全是六环上的车流,